那時間方面呢 確定的我先講 確定的就是 19號這一週 19到23 我們在台灣 在日本 是Family Trip 到日本去旅遊 好 那 下一週 下一週我現在還沒辦法確定 好 那問一下 下一週你有要去中南部掃墓 或者有活動的同學請去走 還滿多的 好 請放下 好 那我們在 我這邊再確認一下 好 那今天是 今天是2.6嘛對不對 對 對嘛 2.6 好 所以我們先這樣預算 就是說如果下一週明課 那所以再來就是 第六週是9號 4月9號 第七週是16號 那23號我在日本 所以第八週就在4月底 30號 OK嗎 交互 OK 對齁 所以就4月底 30號 我們先預訂這樣子 大家時間運用會比較 有安排一點 OK 不是 那我們考試的方式怎麼考 考試的方式應該用紙筆吧 對 我們用紙筆 其實有一個線上系統 但是呢 又有人建議說這個線上系統 沒有那種感覺 U 就是我聽大陸的老師講說 人生就是一場體驗感 什麼意思呢 你感覺到什麼 你就是什麼 你感覺到 我有學習到 那你就是有學習到 你感覺到你變成股東 那你就是變成股東 你感覺到 什麼什麼 那你就是死了什麼 好的 很有趣 然後人生就是一場體驗感 那種觸及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請說 老師 我們能不能考試的時候 玩個小遊戲 就是如果有幾分以上的話 我是給獎勵 然後有幾分一下 就有一點小儲備 那儲備不是等於吧 就是那裡 有什麼其他的一些 鼓勵措施 譬如說 門禮小餅乾請 大家一起學什麼都說 所以君主裡面討論 好 先去君主裡面討論 好 就請那個MASTA YAHOO 有勞兩位煩心 OK 好 所以 這個預定就是30號 4月30號 好 那當然 我覺得YAHOO這個建議很好 考得好的人應該要獎勵 那考的內容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前 前7堂嘛 第8堂就不要 前7堂的內容 那所有的影片是不是網路上也都有 然後所有的教材都提供便宜啊 你有充分的時間做充分的準備 我們就前7堂 因為第8堂是當天才講 所以就先不納入範圍 前7堂 那這樣也剛好對各位的學習做一個檢測 評估 Evaluation 這就是人資的齁 人資裡面其實包含非常非常多 就是很多很雜 其實它只是氣管的一塊 你就知道氣管有多雜 然後產銷人發財 然後人資是其中一塊就這麼豐富了 其實真的要聚焦 就是聚焦聚焦 不停的聚焦 人生要不停的聚焦 才會真正找到那個亮點 這很重要 我也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摸索跟聚焦 最後聚焦在兩件事情上面 一個就是英文教學 20年的教學經驗 一個就是企業管理 那企業管理還是很大 怎麼辦 再聚焦 企業管理裡面我最有興趣的是 就是Marketing 營銷這一塊 好 那營銷從商品模式 到這個營銷模式 到商品模式 到資本模式 它又是不斷的升級的一個過程 這是非常有趣 所以你聚焦了嗎 你聚焦了嗎 你聚焦了嗎 還是說 這個也有興趣 那個也有興趣 從這個也有興趣 我以前的毛病 我知道自己的毛病 就是興趣太多了 因為一路不務正義到現在 所以最後我覺得 我們趕快學一個工具 就是氣管 把所有東西稍微整合一下 然後發現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集中火力 那所以聚焦到某一個重點上面 就是你最有興趣的 你最有熱情的 然後呢 又可以幫你帶來收獲 收獲包含很多方面 心靈的或實質的 財務的收獲都有 找到之後 你就會越來越開心了 這很有趣 這很有趣 好 好 所以回來 請坐 你現在考試的類型 這樣是填充的 還是說是選擇題那一種呢 呃 我秀個平台好了 好 很快秀一下 Crislet 這就是數位化時代的英語學習工具 好 Crislet 這個有看過嗎 有 Crislet 那Crislet上面來 譬如說這個字根 好 哇 它現在又有新功能的Live 太久沒登錄了 來 那其中 譬如說你看 它這裡就有 在文章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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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根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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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uity, annuid, and superannuate, superannuation, perennial, perenniality, semi-annual 這是你可以用的線上的工具去複習、去練習 這裡有學習拼字的,聽音拼字的 然後剛才同學問到了考試的 考試類型其實很簡單,一個是用拼寫的 另外一種叫做matching,我們就從裡面挑 最簡單的很簡單就挑一個選擇題 就是最簡單的方式 那其實這種出題非常簡單,你看我只要create a new test 這是填空題,這是配對題 配對題,把它拉過來 然後這是選擇題 所以方式是true or false,再來是錯 好,那最簡單的譬如說我要選擇題 然後我要英文開頭,我要12題 好,所以這個字abcd選項 這個字跟abcd選項 好,現在隨便選 好,亂選,好 然後呢,check answers 好,欸,還蒙對 欸,蒙對嗎?太厲害了 好,蒙對兩題 OK,大家好 所以最簡單就是一個選擇題的模式 那這個東西還可以怎樣呢? print test 印出來 也就是說一旦你把這個資料放到網路上面之後 印出來就是設定了 那你也可以線上做啊 你也可以紙本做啊 工具啊,工具超簡單的,超方便的 就是你把資料打上去啊 像那個Vanessa不是有在教學生 他們這次段考範圍50個單字 把他打上去 更棒的是不要老師自己打 應該叫學生打 因為各校版本不同嘛 你們學校你是A版本就打A版本 B版本就打B版本 老師負責做什麼? 教他們用會這個平台 好,你就上去做練習 而且老師有老師帳號 老師帳號可以看到所有學生練習狀況 這超厲害的平台 以前你哪有可能做這個事 或者說你要費很多時間、精神、金錢 才有辦法做到這樣的事 比如大家來教室 我們來這邊六個小時 然後才能夠監控 這不需要 現在連手機的APP都有 超方便的 但是為了讓各位有這個臨場感 好不好 我們還是把它印出來 我們是印出來 但工具都在線上 都可以這樣用 比如說剛才這個選擇題 在還沒做達之前 你可以把它怎樣? 我們來看Printest 印出來就好了 OK 很簡單 好 就是 應該要做一次輸入的動作 它可以輸出非常多東西 考試壓力太大 我們來玩個遊戲可以嗎? 可以啊 這裡有個遊戲叫Gravity 好 可以 分等級 Easy Medium Part English Chinese Random OK 然後就有那個好像是射擊的遊戲 空戰射擊遊戲 所以從最簡單的複習到拼字到考試到遊戲 平台上面全部都有了 一次解決 OK 好 那最簡單我們就用選擇 OK 好 就不要想太複雜 就簡單化 一切簡單化 好 那如果各位需要那個連結的話 可以再提醒我一下 我再發到全部裡面去 就是把那個前面幾堂課的這個 線上資料的連結 這個本來都是在網路銷售的 好 但是既然我們公益課 全部送給各位用 好 前提是什麼 越用功的人 會得到越多的資源 所以全部送給你 好 好 來 請看 剛才有同學問這個字 來 我們把例句再一次 his house his house is located on the tip of the peninsula OK 半島的頂端 剛才有同學問說 是不是top 還是tip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片語呢 好 整個做個複製 然後到海斯來 查查看 他說on the tip of on the tip of 好 你看喔 他就有什麼 他說I have his name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這個剛好昨天我有講到 就是 我在想一個東西 然後呢 比如說 那部電影是誰演的 然後想到那個人的臉 然後想不出他的名字 對不對 這個狀況叫做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就是 在我舌頭上 但是我講不出來 好 你會發現影像比較容易想 但是名字比較不好想 影像出瞬間 影像就出來了 可是那個名字不一定對得起來 好 某某美國女明星 演過電影的 好想到畫面了 但是他叫什麼名字 瑞 瑞什麼尼 齊什麼格 瑞尼齊威格 其實就會斷斷續續 因為那個文字是比較不好聯想的 好 那剛才的一句呢 其實他是 是在講那個頂端的意思 也就是靠北邊的意思 好 那跟top有一點不一樣 top on top of 比較像什麼 在什麼之上 好 那我們看 山頂上 所以他比較是高度的 那剛才那個比較是方位的 所以這兩個不太一樣 好 但tip還有很多用法 tip是不是有小費的意思 tipping 跟給小費有關啊 比如說紐約建設司機 你給的小費跟他回答的內容有關喔 好 你如果 比如說機場載你到飯店 然後呢 這個你給1塊錢美金小費 車資本來就應該給嘛 你給1塊錢美金小費 thanks 5塊錢美金小費 thank you 10塊錢美金小費 thank you so much 好 這對應的 就是1塊3塊5塊10塊 還會不一樣 長度不同 那當然 行李的處理方式 跟你的小費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喔 如果是1塊3塊 他可能就是 幫你開個後車廂 打開 自己拿 好 如果5塊8塊呢 開後車廂幫你拿下來 如果10塊呢 開後車廂 外拿下來 送到飯店門口 好 給那個飯店的人接手 這樣 還是不一樣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好 那也是Panisola 不過我在北京搭那個什麼 北京叫什麼 叫什麼叫車啊 北京有個APP也是叫車的 算忘了名字喔 那個見之 滴滴打車 滴滴打車 對 滴滴打車 我又跟那個師傅聊天 見跟師傅聊天 你看又可以聊啊 對不對 你到處都是學習的機會 你 因為你不住在北京啊 但是這個人住北京 住40年了 你可不可以跟他聊天過程當中 學到一些東西 學超多的 我們從毛澤東開始聊 真的 我跟那個師傅聊毛澤東 聊建國大業 聊台灣兩岸 年輕人 教育 因為我是教書的 你跟他聊這些東西 聊到他的生活情境 聊到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我說 欸師傅 逢找啊 逢找啊 真的嗎 逢找逢找啊 因為聊得很開心嘛 逢找逢找 他很辛苦 好 滴滴打車他們又愛又恨 這個機會再來講 其實非常地趣 因為他不接受這個新的系統 他就被淘汰 沒有神意 但他接受這個系統 又要被剝削一塊 所以沒有辦法 他就給接受 好 所以這也是兩難 那tip 訣竅 這個跟小費也有關係 那後來呢 也叫做什麼 美感 美感 所以他好多意思喔 tip 頂端 tip 小費 tip 訣竅 那我怎麼會知道 一個字這麼多意思呢 大量的閱讀 英文叫input 你有沒有每天去input 那剛才剛才講的 那個口語的訓練 另外一個工具提供給各位 我昨天才跟他們行銷長 吃frunch 那他們行銷長剛剛加入我們講師群組 好 那 所以這個工具 第一個 你可以註冊他們的app 現在有手機app 已經有註冊voice clip 請舉手 滿多 請放下 那有每天看一部影片 請舉手 你看剩兩個 那有看過影片 並且有錄音 請舉手 剩個位數 請放下 好 我說每天是六日不要算 所以至少一到五 對 老師看一部影片十分鐘很久 錯 你可以挑兩分鐘的看 你可以挑一分鐘的看 都有嘛 我那天看到一部是那個 你想跟誰吃晚餐 誰來吃晚餐 澳洲的 剛好就是亂點 點到這一部 就在他們網站上 然後爸媽就說什麼 Michael Jackson 那個半生夢想嘛 然後都講一些明星 所以我想跟誰誰誰 來 那個 全 風 你想跟誰吃晚餐 都可以 都可以 NBA 那你跟羅主任吃就好 我們 很常吃 經常吃 誰 NBA的誰 明星吧 明星誰 Kobe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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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大白 好啊 有性態 林書好有空也可以來 蠻大白的 好 所以你看喔 大人都是想這個 結果呢 這是橋段 他在鋪陳 結果後面他們找了小朋友來 就是 你有看過是不是 他們找了這幾對爸媽的小朋友 你知道小朋友做什麼嗎 我想跟我爸媽吃晚餐 每一個小朋友都說 我想跟我爸媽吃晚餐 我跟我爸媽吃晚餐的時候 可以分享學校的點點滴滴 所以幾乎所有爸媽看到都哭了 我們都在想那些跟明星的話 跟什麼 權貴跟什麼什麼 哇來來來吃個晚餐 就小孩心裡面小小的願望 跟我爸媽吃晚餐 對 所以你除了 可以把英文學一學 你看看一些影片 其實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很多種影片 而且有三萬部影片 各位你看不晚的 人生不夠十萬天 那三萬部 而且還繼續增加當中 所以這就是工具 那用在語言教學上呢 用影片學習的最大的好處之一就是 你是沉浸式的學習 什麼叫沉浸式的 就是你看那個影片的當下 你就在那個環境裡面了 所以你好像是被訪談的人 或者是你好像是去訪談這個爸媽的人 你就在那個情境 那他們全部講英文 所以你就是在那個情境裡面 就有點看電影的感覺 看電影的時候 你其實是被催眠的 什麼意思 剛到電影的時候 欸待會兒看電影啦 就開始看電影 可能看到一半的時候 你已經被催眠進入那個情境 完全忘了旁邊的人在幹嘛 對吧 他笑你就跟著笑 他哭你就跟著哭有沒有 他發神經就跟著發神經 因為你已經被牽動情緒了 然後電影快結束的時候 你要回到現實狀態 其實這是一個進入跟抽離的過程 這是非常遠去的齁 那學語言其實就是要這樣 就是你要進入那個情境 然後再離開那個情境 然後練習到最後是 你隨時可以切換情境 切換 就是嗯 好 柯這個人就講到 柯這個人就講到 其實人本身具有這種能力 我以前只要兩歲九個月的小朋友 三歲而已 一個小女生叫Cindy 她跟我講英文 因為我們上課只講英文 然後所以她說 Garry... 阿公來接她 然後她轉頭就 阿公帶妳看妳的語 一個切台語 欸怎麼會 三歲怎麼會這樣 自然的 她知道這個人講這個 她知道那個人講這個 但她不知道這叫英文 這叫台語 她只知道這個人會講這個 那個人會講這個 就這樣 她三歲就會切換了 所以這些其實是語生俱來的 只要你不停的練 不停的練 練習慣了就好了 好 那昨天我跟她們行銷場吃brunch 然後呢 我不曉得 我去上次有間 然後回來弄到她的椅子 然後我就跟她說 Oh sorry 她很自然欸 她是台灣人 但她說 No problem 她很自然 很習慣 果然是那個人做英語的 她們很習慣 就是常跟老外 哪邊開會啊怎麼樣 所以就很自然 她聽到什麼 她就會什麼 因為她用她的手機嘛 然後我弄到她的椅子 然後她直接就跟我講英文 因為她習慣了 她習慣這個用法 所以你現在還不敢講 因為你還不習慣 你現在不敢講 因為練習太少 所以練習習慣就OK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給各位一個bonus 這是昨天我跟她簽的新的合約 好 這個是他們現在 現在已經有課程了 該那個全部是免費的喔 該那個什麼app啊 查單字啊 錄音啊 全部都免費的 那除非你要後台的平台 那個我跟他們另外一個合約 這個免費提供給同學用 那另外一個他們新弄出來的工具 在這邊 叫做Hero 有用過請舉手 有嗎 或者有試聽過 有嗎 沒有 她把這個整個學習過程 再Break down 到更細的部分 好 一 影片播放 一二 要怎樣 打字 第三 選擇 第四 拼字 第五 智慧表 第六 配對 請問是不是跟剛剛quizlet 有點像 類似的嘛 類似的概念 好 讓她一步一步 第二 設定 第二 短暫 第二 改變 第五 十二 第三 蘋果 第二 改變 and become a better time manager Prioritize To-Do listss are a really effective way to manage your time and your priorities Limit the number of tasks you have on this list to five and assign rankings to them in order of importance Deluttering Not only is decluttering great for your health but you won't waste time digging around piles OF stuff to find that one piece of paper that you really need Checkouti shell cast on clutter for some helpful tips on lightening your load 所以各位可以去參考 然後聽讀的練習你看 是我剛說的什麼 Input 輸入 你才能怎樣 Output 輸出 先輸入再輸出 在這邊講的三管齊下計單字 進一步自根自首 自根自首 這邊他們其實跟我拿來蠻多資料的 因為我說我研究了四五年 我願意全部提供出來 所以他們重點是他們速度超快 超快的 他們一天PO三到五篇文章 然後都結合時事 那這些自根自首在我這邊 永遠在我深層的資料庫 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願意提PO出來 因為他們有個團隊 就專門在討論這個東西 哇 最常用十個自根自首是什麼 最常用十個否定自首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馬上去整理出來 然後馬上寫成文章 然後馬上找影片 然後馬上分享到我們上去 就知識會變成有用的東西 他們速度真的非常快 現在在台灣有100萬粉絲 那他們已經要跨到日本跟越南 變成跨國企業 所以昨天我有跟他們行銷長說 千萬不要在台灣上市 如果你有國際化的計畫跟可能性 因為台灣的上市會有一些限制 這也是我跟我們講師學來的 MARC 他在做金融市場的 是華爾街基金公司的老闆 所以真的要找更厲害的人療癒 你會學到不同東西 跳出自己的環境 好 再來 所以這工具你可以去玩一玩 是不是 那我有最新的優惠 如果你有興趣再問我 好 我的最新優惠可以做到 各位猜 他那個半年賣3000塊 2800 那你們覺得我的優惠可以到怎樣 全貢 唉唷 你每句話就給我破梗 你應該有給我7折啊8折啊5折 好 上個猜錯就這樣 給他破梗 所以我這邊可以做到免費 好 可以做到免費 有興趣再問我 好 這跟人資有沒有關係 有 公司要提升員工的英文能力 要用工具 那用工具重點是能不能追蹤 能不能評量 能不能評估 就是最後你要做一個總表 包括總結 我們多少同仁 用這個系統 背了多少單字 然後最後多餘提升了150分 還是250分 全部要有績效 績效考好了 好 這就結合回去股權 那個部分 績效才有股權 股權跟來自於績效 來 試料 IT 翻講過 來今天現在 exit 很好 there is only a one exit from the theater 很好 上面 exhibits 長出票 這個比較少用到 Exit and Entry Procedure Exit and Entry Procedure Sorry Entry Entry 先進入有關 那 Procedure CID 先起來一下 CID 什麼字跟 走 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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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成功 總之跟 賽斯 對吧 現在應該很熟了吧 Success 各位大概聽了四五次課了 對不對 就已經有印象了 那你知道老師為什麼這麼熟嗎 不用講了四五年了 不熟怎麼熟呢 來看那個 Success Success 所以沒有人是偏生的 這是偏見出來的 Success Success C的 那再來這個 Success C的 Success C的 來看一下它的變化 好 那開始有 詞類變化 因為前面那個各位熟啦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詞類變化啦 你聽一下 Success Success Successful Successful Succeed Succeed 成功成功的 跟動詞成功 Succeed 那後來成功變成什麼 繼承 為什麼成功會變繼承 因為繼續走下去 因為一個generation 叫世代 一個世代 一個世代 不停的交替 不停的輪替 對不對 對 這一次那個某一個政黨陣營 敗得滿慘的 他一定沒有想到怎麼會這樣 很多資深的立委 被那個新世代取代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趨勢是如此 因為網路變成一個很重要的 宣傳的工具 那你不注意它 你就會喪失很多的選票 這是事實 那也是Success Success Successful Successful Succeed 那各位覺得現在的世界趨勢 以後是男人的那個位階 會越來越大 還是女人 你看一下在座 男生多 女生多 超有趣的 超有趣的 這是我上課十年來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所以我在各一方參考 我發現都是女生多 難怪女人會全是越來越大 因為不停的學習啊 學習是一個改變的關鍵 男生不太喜歡學習 一般來講情況 所以各位 這個算少數稀有動物 願意花時間來學習的 這是不容易 這裡是Success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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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ed Succeed OK 好 所以下面請看四七 一年叫Juven Juven Juven Juven叫做樣子 叫做年輕 所以這邊叫Juven Juven Juven叫青少年 所以恐怕它最後變成醉犯 I'm afraid I'm afraid I'm afraid You'll ultimately become a juvenile delinquent 這是專有名詞 Juvenal 即是YOU JuV 你可以對照 YOU JuV YOU 為什麼JuV是YOU 因為在古代曹寫的時候 你想一下那個曹寫 Y的曹寫 J的曹寫 J的曹寫 還有G的曹寫 還有Q的曹寫 這四個字母常常被表混 因為他們曹寫起來都差不多 所以導致他們會有些帶壞的現象 那 那 J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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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字 Senior Senior 但是Senior Senior 是不是可以太延伸 你看一下 Senior Senior 好 這邊 Senior 異位較高的 那後來是不是有個片名叫做 Senior Tree 比誰年長 所以Bob比我大兩歲啊 Bob is three years Senior to me 因為我目前好像還沒有聽過那個老外講什麼學長學姐 因為台灣喜歡講學長學姐學弟學妹嘛 那其實國外好像沒有直接一個名詞 名詞叫學長 或叫學姐 他們就是說 He is two years senior to me 就是他大我兩屆的意思 He is two years younger to me 那就是小我兩屆的意思啊 所以他們直接用年紀來做區分 OK 就像國外 國外一般英文嘛 因為比起中文在稱謂方面是簡單非常多 好 像堂兄堂弟 堂姊堂妹 表兄表弟 表姊表妹 英文哪個字 好是 全部解決 八種關係 全部解決 好 那 呃 什麼 呃 大小聲 我媽呀 好 超複雜的 英文很簡單 Sister-in-law 透過法律關係得來的姐妹 Brother-in-law 透過法律關係得來的兄弟 結束 沒有了 He is my brother-in-law She is my sister-in-law 結束 不管你是哪一邊的 反正就統稱這樣就可以了 OK 所以英文真的超簡單 好在各方面 來四八 一起演一下 Elect Elect E外面 LEC是字根 叫做選擇選舉選出 它的拉丁文字根 來我們接一下 Leg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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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一下 Legere Legere 所以各位背到最後 其實是在背拉丁文 不是在背英文 好 你們不覺得很酷嗎 沒問題 朋友跟你說 最近我背了什麼音樂單字 你說還好 你說我最近背了什麼 拉丁文字根 不一樣 High level High level Legere Legere OK 好 所以下面 Leg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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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Legere 因為跟選舉選擇有關 好 那在我們今這邊的那個 發音課本有三個轉換 直接打給各位 K跟G T跟D P跟B 所以天空 預警語叫Sky Sky 你不會念Sky 中間 Study 你不會念Study 第三個 Spa 你不會念Spa OK 所以就是 KG 發音代換TD PB發音代換PB發音代換 這是破解了單字的發音轉換的秘密 好 趕快把它記下來 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在前面有沒有講過那個 首次上課虛知 有嗎 對不對 你就Google首次上課虛知 就會找到一份PDF資料 可以不用贊號密碼 就可以自己下載 不知道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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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我想一下 很快想一下 其實我藏了很多資料在網路上 如果你會挖寶的話 好 首次上課虛知 你在Google 好 然後呢第一個就是我的網站 然後Ctrl F 快速搜尋 可以找到這個連結 OK 點進去 然後呢 下載 不用贊號密碼 下載 直接下載 然後這邊就可以 像Banetta如果要講字根 這就是很棒的一份講義 一樣 完全開放 完全可以使用 或者你要下載去調整成你自己的版本也OK 我上次有沒有說 有個學生就拿了我的那個PPT Portpoint資料 然後去收了兩個家教生 一個大一的女生 欸 我覺得超厲害的 就是跟舉一反三的能力啊或什麼 就是出速很快 過一個禮拜 老師謝謝你的Portpoint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收了兩個家教生 人家繳了兩萬塊定金 欸 超厲害 大一 欸 超厲害 我有看好他 但是後面那個 他很聰明 然後又認真 所以他速度就會非常快 所以他說上班族賺三萬 為什麼他這樣家價就賺兩萬 憑什麼 因為他提供價值啊 價值 那他怎麼敢去收呢 他怎麼敢 因為他知道後面有Gammy老師 我都沒問題啊 後面如果有發任何問題 輔導的問題 什麼資源什麼 我全部提供給你 全部提供給你 因為他就是在提升 想得遠一點的話 這樣是不是在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是啊 他就是台灣的一份子 那他能力提升了台灣競爭力就提升了 那如果訓練一個一百個這樣的人 哇 如果我們講師團就是這樣 目前快要四十位 那如果訓練一千個這樣的人 哇 如果可以訓練一萬個這樣的人 哇 那就更棒了 那我們的價值又可以提升了 因為有一萬個人 有這樣的能力 好 這不是只是我有這樣的能力 沒有 就是nothing 好 所以這資源提供出來 可以需要同學 你可以用 你可以 如果你有本事就拿去賣 對 講白話一點 你有本事就拿去賣 好 那不需要給我 你可以去捐公益啊 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對 如果你有本事 這些全部都可以 OK 好 但是有一個不能做就是說 你不能賣了 然後說我錢都可以給Rose 好 因為我沒有拿到任何錢嘛 了解好 你收就說你收的 這樣好 OK 好 所以下面 拿一起 they elected they elected tom as their representative 他們選tom當作代表 中間有個字叫present present present 以前這種 這個 資訊落差 很容易被壟斷 但是現在其實怎樣 很開放 現在line 現在facebook 現在微信 現在上面 但他找一找一找去 會不會聯絡上 不小心聯絡上 所以萬一你中間有一些 這個比較不好的做法 其實馬上被發現 所以千萬不要這麼做 因為太容易被發現了 這點是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好 那這比較負面一點的講法 比較正面一點的講法是說 我們應該提上正能量 正能量 正能量 就是我剛才講的嘛 剛才下課三位聊得還可以嗎 可以嘛 對 正能量就是 只要你有那個意願 不管最後有沒有成 為了感謝你 我都願意去演講 甚至去教課 只要時間 找得出來 OK 提供資源 OK 好 來這邊electee 當選者 Electable Electable Election League Election League 萬能是在木柵那個嗎 不是 中立 桃園中立 桃園中立嘛 對不對 後來不是又改名字 沒有 他就叫萬能 還是叫萬能 OK 好 這名字其實很好行銷耶 好 單字不是萬能 沒有單字萬能不能 對不對 很容易想 萬能 我叫萬能 很好想 就是有了我們就萬能了 對不對 然後找超人代言 最近跟蝙蝠夾尬嘛 好 你就找一些superhero嘛 對 對 那阿邦學校行銷 現在不是有什麼學校的那個博覽會 你們萬能可不可以找一批 學生來cosplay 英雄系列復仇者聯盟嘛 可以嗎 鋼鐵人啊 superman啊 spiderman啊 那個superwoman啊 有一系列的啊 雷劇人浩克啊 政客 政客非常厲害 政客都會有這種敏感度 所以發現在選舉期間 他們就會去做那個cosplay 其實照理講應該叫cosplay 但日本人唸cosplay 所以大家後來就唸cosplay 如果你在大學博覽會 做一個這樣的event 會不會吸到一些高中生的目光 會 這些學校不一樣 其他學校沒有太有 事實上台大有做這個時候 台大他們好像固定多久 有一次那個cosplay的聚會 就在台大 所以他是很會唸書的 但也很會玩的 又會唸書又會玩 那不是很棒嗎 好 好 所以這次九 這兩個 Level 一起給一下Elevate 這跟英式跟美式有關 之前有一個提過 兩個 對啦 美國人的一起給一下Elevator Elevator 英國人的Lift OK 美國人叫Elevator 日本人叫Elevator 簡單吧 很照片就好了 Elevator 好 右邊在臉書裡面 如果各位有在精英的群組 精英的群組 我們有好幾位日文高手 在日本住過好幾年 然後學日文好幾年 是日文高手 日本日本 日文翻譯高手 超厲害的 可以跟他們交流交流 如果你有日文翻譯的需求 我們群組裡面 精英的 精英的群組裡面 還有在日商公司上班的 P公司的 L公司的 都很大的公司 然後很資深的員工 然後也是專業的翻譯人員 這些資源都有欸各位 也就是你的同學裡面 其實超多資源的 超多資源的 可是你會不會去找到這個資源 其實我一直在幫同學做這件事 把他的資源勾起來 然後互相去整合 互相去利用 各位不用太 對利用這個自貧感 因為很多人說 我才不要被利用 如果各位現在是不是在利用我 講白話一點 是嗎 老師的資源啊 老師借來的教室啊 老師提供的教材啊 老師的DVD啊 對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在利用 雅虎的那個媒體能力 是啊 然後我們是不是在什麼 Mesca幫忙啊 維生幫忙啊 在利用大家 我們是不是在利用大家 用功向上的心 是啊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把這個 利用這個姿態污名化 其實如果你把它比較正向的思考 它叫做 但英文裡面其實是有定義的啊 英文的定義叫做 Utilize 這個字比較進階一點 來定一下 Uti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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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公用事業水電 是不是跟用有關係 有 所以叫Utility 不用備啊 所以Utility 全部跟這個有關 那電腦裡面有很多公用程式 是不是跟應用有關 Utility 一樣這個字 所以不用備 通通不用備 重點是你們要深刻的去融會貫通跟理解 OK 好 雅路 上次你們讀書會還OK嗎 有沒有需要什麼支援跟資源 還好 好 搞定了 好 沒問題 左邊再點一次 Elevator 右邊Lift OK 好 之後 因為這個是 都是你先去提供價值的 老師就會希望再提供你更多價值 好 之後不管你們讀書會有沒有繼續 繼續多久 如果 這個參加讀書會的人想要來上課 只要我們有空名額 就填單 就是進入我們的SOP 對 最近我們開始有點SOP狂 因為看了科P模式 SOP 有一本書 科P的第三本書 叫科P模式SOP 其實裡面講很多東西非常有趣 新書 下次帶來給大家講 我看一下 很有趣 那裡面就講到一些東西 最近經理人雜誌 也講到SOP 對 一千張SOP的流程 但是要有SOP 但是不要受限於SOP 這非常重要 跳出SOP 但是又必須具備基本的SOP 所以現在我們的SOP就是 不論你是哪個單位來的 先填單 進入那個表單 然後第二個 進入群組 第三個 越用功的人 可以得到越多的資源 就這樣結束 一二三成功模式 就這樣結束 所以很簡單 很簡單 好 所以右邊寫一下LIFT 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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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簡單 它來自於樹葉哪個字 LIFT L E A V E S 那樹葉就來自於離開哪個字 LIFT LIFT 跟過去是LIFT 沒有錯 因為落葉歸根 誰的根 你就是我的唯一 王力宏 對 你就是我的唯一 王力宏 沒錯 你看落葉歸根 就有歌 其實都有歌 我剛才唱的是唯一 好 下面 立句部分 Earth's movement Earth's movement Earth's movement 石林窗山岩附近 有一座小山 那一座小山 你去爬一爬 會看到貝殼 為什麼石林窗山岩附近 有山爬上去 會看到貝殻 為什麼呢 鬥心亂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在海底 他是海底不上來的 所以那裡邊都是貝殼 這貝殼也有東西 非常劇 還相 Crime Elevator Elevator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要太 以現代人中心去思考很多的事情 像自分也是 如果你一直從現代人中心去思考 你就會不了解他的意思 但如果你有一個想像的能力 你可以回到原始人去想 你可以回到500年前去想 你可以回到200年前 工業革命的情境去想 100年前的情境去想 你就會想通很多事情 因為你已經可以橫跨古今宗外 去思考人的本性 有沒有看過Lucy? 有吧 Lucy到最後就是學生蝶嗎? 老師,我不想當學生蝶 不是這個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其實就貫通了 其實就已經變成最小存在了 來, 五師 一句名叫Liber 來, 單字Liberate 是Aligned, 阿姨是個 Aligned, 阿姨是Liberate Friends from the Macy's OK, 納粹手中解放法國 來, 下面一起講Liberation Liberation Liberationist Liberation Liberative Liberative 那其實又想到一個 就是我們剛才不是講 你的生命就是你的體驗感 然後如果你創造你的生命的價值 你就會 就你創造什麼就變什麼 或者說你體驗什麼就變什麼 想到這個納粹變得有趣 講完這故事就下課了 這個Liberate 我們補上一個美國納粹港 Statue of Liberty 什麼像? 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 Statue of Liberty Statue of Liberty 好簡單哦 Statue of Liberty 那雕像應該要站著還坐著 因為他是Statue of Liberty 因為他是Statue of Liberty 好 所以自由女神像是雕像界的模範神 我們的國父講功都偷懶 因為他們都坐下來 坐在馬上啊 坐在椅子上啊 坐著都來個站 他是模範神 剛才講到納粹 納粹的頭兒是誰? 惡魔之頭 希特勒 當年聽說希特勒想要去考柏林藝術學院 他想當藝術家 最後畫畫技巧太差了 沒有被錄取 一氣之下跑去重軍 一重軍不得了 一重軍之後 他的位階直線上升 最後當到最高領導者 結果屠殺了幾百萬人 我一直在幫那個主任想 不是這位主任 是柏林藝術學院的主任 如果他地下有資 他知道說這個人 我今天不錄取他 他未來會去屠殺幾百萬人 請問怎麼樣也讓他怎樣 你靜待會兒 毒鴉大師 就把他收進來 這位可以幾百萬人 免於死亡 但誰知道 Who knows 好 這很有趣 看起來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天的事情 好像都是 在科學上有一個叫 微小初始條件 微小初始條件 那些好像都是一件小事情 但是你不要忘了 這件小事情都會造成後面 叫Butterfly effect 蝴蝶效應 所以今天所有的好事或壞事 都來自於前面的 微小初始條件 不管好或壞 都是你自己要承受 這非常有趣 那 這結論 每一件小事情 我們都要好好的處理跟對待 那你後面就會得到更多好的結果 因為你每件事情都好好的處理跟對待 好好的處理跟對待 好好的處理跟對待 那所以很多人說活在當下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後來才懂 我以前都覺得那些 那些藝人啊 政客啊 就是講國外當下 我們大家不是都活在當下嗎 哪一個人是死的 大家不是都活的嘛 後來慢慢才懂 人真的要年紀到才懂 OK 來 下次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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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